各位中方韩方的朋友啊 大家下午好 我是想要科技的CEO 傅香成 很高兴呢 说要参加中国进博会首尔研讨会的线上交流 那么呢 这次呢 我主要分享的内容为 就是快手的生态服务 以及作为品牌方 如何运营好快手平台 首先的话呢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想要科技啊 那想要科技呢 作为北京盛世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是目前快手平台最大的企业服务商 同时呢 盛世集团呢 也作为这个抖音目前最大的企业服务商 那我们在国内的这个直播达人这一块呢 我们孵化的头部达人呢 达到了20位 全网的粉丝量 是2.2个亿 那同时呢 我们给商家呢 赋予了四大能力 一个呢 是培训指导 指导这个品牌商家呢 在线上通过直播运营 短视频运营 来做账号 第二个呢 就是给品牌提供账号运营的服务 第三个呢 就是达人的孵化 以及最后呢 这个直播带货 目前呢 我们总共服务的数量呢 达到了20万家 为品牌用户呢 我们创造的增量销售呢 是120个亿 那么这一次呢 我觉得呢 跟咱们这一次的研讨会啊 我觉得也比较贴谢啊 那我们在19年的时候 跟这个韩国领先的这个女装快食堂品牌 然后99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啊 那双方一起共同出资 在中国成立的这么一个分公司啊 那我们负责的话呢 在是那个99在国内的一个电商销售啊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累积的销售呢 是超过了1亿的这个人民币 OK 然后呢 今天我们正式进入这个主题啊 那首先第一个 我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网上数据会很多啊 我先说几个主要数据吧 目前快手的日活用户呢 是超过三个亿 月活用户呢 是7.7个亿左右 那同时呢 就是发布的作品用户呢 超过三个亿的这么一个用户啊 那在整个2020年 呃 中国的这个就是电商直播经济啊 以及进行到一个白热化的一个竞争的程度下面啊 那快手的这个GMV 是超过3000亿的这么一个人民币的啊 那这个数据呢 是比抖音的这个呃 电商的GMV要高的啊 同时呢 在线上呢 有做了将近18亿的厂的这么一个直播活动 那这里的话呢 我简单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快手的用户结构啊 目前呢 快手呢 有它的90后的占比呢 是超过80% 然后呢 它的这个蓝率比例 我个人觉得还好 就大概45% 呃 50%这么一个比例啊 但是呢 各位朋友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 它的一个地域分布的问题啊 那目前整个快手的用户 它的一线程式占比 其实并不多的 只占到它整体用户的10%左右 但是呢 它的尽可能多的一些用户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六线 城市的这么一些用户 就比如四线下的 四线下的这些用户 基本上占到整个快手平台 将近35%的比例了啊 那在这些用户群体当中呢 有一些 我觉得大家可以体炼出来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要点啊 第一个 目前中国国内的一二线城市呢 它的消费者呢 更理性 为什么呢 它的用户的接触面会更广一点 就是它包括信息的获取的一个接触面啊 比如说像一二线城市 它所接触的像一些韩国品牌 就日韩品牌也好 欧美的品牌也好 信息量会更大 包括说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新国货 新国那个这么一些产品啊 那它的选择性会更多一点 但是呢 三四五六线城市的消费者呢 它其实还没有形成自己审美国质或品牌意思 它更追求什么呢 就国外的品牌啊 那所以呢 对于韩国的这个品牌来讲呢 它其实在国内呢 是有受众人群的啊 受众基础的 比如说像呃 大家的一些共识 比如像韩国的美妆类的产品 电子类三色类的产品 对吧 韩国类的这个服装类的产品 包括以前的这个韩剧啊 对吧 这种文化类的输出啊 所以呢 从快手的这个用户的结构上来讲啊 其实呢 是比较适合于 那个韩国品牌的这么一个运营的啊 OK 呃 接下来呢 我讲一下就是快手电商的这个本质啊 叫什么 叫老铁经济 可能很多商友不太清楚啊 那老铁经济什么意思呢 就是快手呢 它主打的是什么呢 是以人代内容啊 老铁经济的 它的粉丝的关系年纪会更高一点啊 快手跟这个抖音平台 它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抖音平台的 它的粉丝的年度是比较弱的 那平台是什么呢 是根据算法 每个用户使用抖音 它其实有标签的 比如有的人喜欢看搞笑类的 有的人喜欢看一些颜值类的 有的人喜欢看一些可能说这个剧情类的啊 那基于这个用户的不同 那抖音会给你贴标签 那品牌呢 如果想在上面去进行卖货 你要持续花钱去买流量的 那快手主打什么呢 叫记录生活记录你 对吧 那它是什么 老铁型的这个粉丝 粉丝的年度会更高 那它更具备什么 就是诗域的属性 比如说你一旦 你的账号做起来了 那粉丝就会不理不弃啊 那因此呢 它的卖货的转换率会更高 所以呢 在快手上面形成了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叫什么 叫家族文化 我相信有的商友有关注过 这个快手的这个 这个生态体系 有了解过家族文化 它的占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占比的 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 就是咱们这个快手的一哥 新有字新吧 那它在19年的时候 新有字赴韩国 然后呢 在韩国为这个粉丝进行一个选品跟带货 它当天是直播了有9个小时 然后呢 累计的销售是达到了3.6亿的人民币 然后呢 将近有产生了310多万个订单 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确实靠达人类的带货来讲 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所形成的效果真的是好 第二个呢 韩国呢 确实有很多的产品 也比较适合用于就是国内的用户啊 因为你光靠达人去带你的货不好 那可能你在整个电商平台的进行转换 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好啊 那这两个方面是进行相辅相成的 所以呢 作为这个就是品牌方而言啊 你想要去做好这个快手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有几个核心的东西 一个呢 是好的这个视频内容啊 接地气的 第二个呢 什么呢 叫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人设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呢 你的内容输出 不断的持续的这个涨粉 然后呢 为咱们这个粉丝啊 最后是什么呢 再次去做这么一些 转换啊 带货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品牌方呢 如果说你想要做好快手啊 除了我刚才上述案里讲到的 比如说跟这种新有志啊 这种抖那个快手的这种 KOL进行合作之外啊 带货模式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去经营好 你自己的快手人设号啊 快手人号 我们通常呢 一般推荐品牌去采用什么样方式呢 叫一加n的模式 来运营快手 那何为一加n呢 很简单 一个呢 你们品牌的主账号 再加上n个 这个人设化的达人举证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在品牌的这个导购过程当中 您的销售渠道过程当中 一系列的渠道当中 看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 比如说合适的人 像上至CEO 下到你的导购员 他的表现力也好 包括他的这个做内容能力也好 把他筛选出来 做主播的人 把他们打造成为你们的 这个品牌的这么一个达人 所以呢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品牌很简单 你想要入住快手 这个我们给到的建议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两个路 两个路径啊 第一个呢 叫短期带货路径 达人带货模式 就是您去找那些匹配的 这个达人带货 那他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快出货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啊 就是你的投入其实是蛮大的 同时呢 利润也不低啊 利润那个利润是比较低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呢 如果说品牌呢 有想法想长期在快手平台 做一个深度的耕耘的啊 我们建议的模式还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品牌可以去基于你们的调性 去做你们自己的这个达人的人设号 那这是你长期的这个品牌的 这个私域的一个资产啊 那这个人设号呢 不仅仅说 第一个是说 能给你起到一些带货的一些效果 同时呢 他其实也能起到什么样作用呢 就是给你品牌的这个调性 有一些附加值在上面 就相当于今天这个答案 代表了你们的品牌的形象 品牌的这么一个输出啊 我建议参考第二种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路径啊 那所以呢 这里呢 我总结了一句最核心的句话什么呢 你想要做好短视频平台 想要做好快手 一定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先做账号 再卖货 一定不能颠倒了 就是说 哎 我一上去我就想 马上卖货卖成怎么样子啊 一定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快手平台的这么一个特性啊 他的这个用户年度是极其高的 所以呢 在快手平台上某一个QL的 他的这个粉丝群体啊 的价值是有某种程度上 是高于其他平台的 因为用户年度高嘛 达人说什么就卖什么嘛 对吧 那一定要先做好账号 把账号起来之后 我才开始慢慢慢慢的 这么去做一些账号 OK 那这里的话呢 是我这个讲到的 关于一些这个国内的 这个抖音的这么一些 那个快手这么一些情况 现在情况 那关于呢 如何做好快手 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五个运营要点啊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呢 需要去了解快手短视频的运营的规则 您得扎进去 您得了解它的 比如说涨粉的逻辑 播放的逻辑 包括你上热搜上热门的 这么一个逻辑 这个我就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于这些运营规则不了解 你基本上冲进去就是一头雾水了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带来精准用户的垂直内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那今天咱们韩国的某一个鞋服类的品牌啊 那您不可能说在上面去运营它 去做一个美食类的 对不对 那你的账号的精准定位可能是什么 是穿搭 类的 或者说颜子类的主播 那今天他所吸收到的用户 都是对这一块感兴趣的啊 比如说那是这么一些用户 另外在男女上面其实有区别的啊 那尽量吸收一些这样的一些女性用户 吸收进去过后之后 那我再去做内容转换的话 那他的电商直播转换率会更高 那无论是做的是直播带货 还是短视频带货 那我的效果都还是OK的 另外呢 第三个呢 什么叫打造接地气强人社的这个这个这个账号啊 何为接地气呢 其实快速有句话叫记录生活记录你 他讲的是中国老百姓实打实的这么一些生活 对吧 短视频的这个逻辑呢 跟人的这个其他欲望 我觉得还是比较切合的满足贪生吃的一些欲望啊 那在这个欲望的基础上来讲 就是你去做短视频的内容 OK更加贴近你你的这么一个人设 记录最真实的一些东西 反而能够吸引用户的这么对你的一些喜好 包括说你说包括那个星巴也好 那个抖音上的那个猫妹妹也好等等的 他有一帮死忠粉 那这帮死忠粉所带来的这个产品的转换率就非常非常高了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些小的细节的 比如说像重视封面跟标题的这么一个包装啊 整个色彩的UI层面你要做得更好一些啊 那第五个什么叫巧用流量的高峰 增加粉丝的互动啊 是这样子的 这里呢 有几个逻辑 就是 呃您在短视频平台 在那个快速平台上面 你所发的视频的时间不一样 他所产生的流量会不一样 这个呢 大家可以细细的去看一下 大家大致来讲 应该是分为上午下午跟晚上啊 那基于这个情况来讲 我们要去看整个流量的峰值 去选择你视频发布的这个时间啊 来进行一个流量的这么一个争取啊 呃在整个流量规则这一块来讲 我就简单讲两个规则吧啊 呃首先第一个 叫相比包款 抖音呢 它其实会把更多的这个流量分配分配给什么 就是长尾的这个视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 第二个呢 叫爬坡机制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今天一条视频出去之后啊 他的这个快速会正常给到比如说每个视频大概100到200的这么一个曝光啊 那在这个100跟200的曝光当中呢就是会根据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核心的看什么呢 玩波率 玩波率的核心点是什么呢 就今天用户是否能把这个视频能够看完啊 如果这个数据会比较好 他就会进入到第二个流量词 第二流量词给到的数据就跟第一个不一样了 可能是10倍 20倍 30倍 50倍的这么一个数据情况 那给了之后呢 呃 如果你的各样数据超过一定的他的计算法子 这个呢 快手呢 经常会调配这个数据的啊 呃 就会匹配到更多的这么一个流量啊 跟你的同期的这个视频相比的话 反馈的这个结果越好 他得到的流量会越多 他其实是一个递进式的啊 爬坡式递进式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如果说反复的几轮的这个流量词你沉淀下来之后 呃 得到的这一个相关的数据也好 各方面情况比较好 那OK 没问题 你的就整个视频就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所以呢 那到那个时候用户手里面看到的一些视频就会出现什么呢 比如说几百万上千万的播放量 可能评论数就大几万啊 可能点赞数是大几十万的这么一些优质的视频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 慢慢就喜欢上这个QOL 对吧 慢慢就成为他的粉丝了啊 他是这么一个一个短视频的这么一个逻辑啊 OK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如何提升这个关注跟点赞 我简单写了几个啊 那这个呢 就是大家日常所以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整个封面的这个背景清晰 你的上面所加的字的这个颜色啊 包括你人物效果也好 包括你整个封面所出现的人的多少也好啊 这个大家可以细的去了解一下 另外第二个呢 就是标题层面的啊 那不超过十个字啊 整个这个封面要做到一字感 有利于整个这个封面的美观 用户看起来更舒服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标题设置最好能够带一些互动性的话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快手上面有很多人在发布一些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互动 那你觉得怎么怎么样子 你喜欢怎么怎么样子 或者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样子 对吧 那这些话题是能够产生用户极强的这个互动感的啊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善于去使用这种互动啊 使用这种互动 另外一个呢 就内容这个层面了啊 那内容的话呢 就是基于您这个达人的这么一个定位啊 然后呢 来进行内容的这么一个创作 那这个内容创作的话呢 很核心的 比如说正能量的 颜值才艺类的啊 或者说能引发人好奇的 很有用的技能的等等的 诸如此类的啊 呃 那我在这里的话呢 简单的给大家看几个这个案例吧 对 这个是暖心类的啊 叫大乐记录 他其实主要的这个内容的输出方式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一些扶贫 帮助老人 帮助小孩 那他所吸引到的用户人群 刚好正也是喜欢看这种东西的 对吧 喜欢正能量 喜欢暖心的这么一个 唤起人心当中最真实的一个 真善美的一个东西 OK才艺类的啊 这个呢 就是戴玉童 我觉得他也整个着装 打扮也好 其实也比较寒范的啊 那他的最大的特点呢 是什么呢 叫才艺类 唱歌特别好听啊 那他吸引的用户呢 对歌这一块 对颜值穿搭这一块 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OK 那第三个呢 就是颜值类的寒冰啊 寒冰他就是身材很好 样子又特别漂亮 对吧 那吸引类的用户呢 就是颜值类的这么一些用户 另外一个呢 搞笑类的 搞笑类的视频呢 叫沉翔六点半 在这个就是快选平台 有将近两千多万的粉丝了 是一个真的超级的 这么一个大号啊 那他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剧情的反转 以及这个拍摄的时间 差不多是一分钟到三分钟之间的 这么一个短剧的形式啊 那搞笑类的这么一个视频 吸粉的这个这个速度 也特别特别的快 OK 另外一个呢 就是技能类的 这个叫这个人叫手工梗啊 那他在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啊 就是前前面一段时间 尤其包括去年一年啊 频繁的这个综艺邀请他去 或者一些活动要邀请他去啊 那他的这个账号呢 主打是叫技能类啊 那这个技能类呢 挺有意思的 他会做各种各样一些稀奇 古怪的无精类的产品啊 然后呢 他是他们开启话叫什么呢 就是叫手工梗做的东西 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啊 那稀奇古怪东西呢 但是实用性并不强 但是呢 依靠这么一套逻辑 他有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用户 对他这个产品 对他的整个账号的内容 是比较感兴趣的 这么一些用户 另外呢 反差类 那前段时间呢 我在看一个 就是那个日本街头的这么一个采访 日本街头采访当时有讲到 说有好像是中国的一个小哥哥 跟日本的一个小姐姐 有跟他看 中国国内的一些KOL的一些达人 当时就提到了这个楚奇啊 那楚奇的真人的形象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那个比较糟糕 对吧 头发也涂掉了 对吧 但是呢 他通过他的化妆技术 美颜技术啊 包括滤镜等等的也好 能够很迅速的进行换装 变成什么样的 一个美男子 带有很强烈的中国的这种 古代的这种美男子的形象 迅速的进行涨粉 迅速进行吸粉 您看他可能说只发了 简简单单的将近30来个视频 他就涨了将近150万的粉丝 平均每一条视频 他能够吸粉吸到将近5万 那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叫什么 叫反差类的 就是你前5秒钟跟后5秒钟 可能是不一样的 涨粉非常快 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这个账号 另外一个呢 就属于好奇类的 这么一个视频啊 那个这个账号定位 这个叫乌达达啊 他的这个100多条这个视频播放出去呢 他有将近800多万的这个粉丝啊 那他的这个好奇类的话呢 是有点偏剧情类的 通过讲述一个事儿 一个情况来进行分析 社会的一些现状 告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好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当中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啊 所以呢 呃 总的来讲呢 这个我只是做了一个粗略的分类 比如说根据颜值 根据搞笑 根据喜爱等等的啊 但是呢 在目前这个短视频竞争的这个红海当中啊 单一的视频的定位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用户审美的这么一个需求了啊 可能说他是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呢 比如举个例子 他可能在这个才艺这一块 颜值类这一块啊 那他可能是什么呢 是颜值加上才艺 颜值加上才艺 然后呢 在剧情这一块 在这个搞笑类这块什么 他是可能是剧情 长篇的剧情 加上搞笑类 他所以呢 他的账号呢 基本上 现在做的好的账号呢 会有两到三个定位啊 他不是单纯存一的这个定位啊 他内容会做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调整 因为用户的这个审美的需求越来越多嘛 对吧啊 所以呢 呃 账号这一块呢 大家有机会 我们在线下再进行交流啊 那这里的话呢 那个我分享一个品牌 然后呢 那个Core King啊 这个品牌呢 是咱们这个国内的一个找 呃 韩国这个一家 这个美妆企业代工的这么一个美妆品牌啊 啊 那Core King的话呢 其实他最近一年混得很好啊 叫什么 叫风生水起 那他在整个彩妆品类上的增长速度非常非常迅猛啊 在2019年的时候 我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 他的销售仅有325万 325万的销售额 那在19年的11月份的时候 他的成交额高达了6700万人民币啊 尤其呢 是在他的爆品叫什么呢 叫空气私容存用 这款产品上面啊 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炸裂啊 那连续11个月销售额是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啊 最高单约是做到4300万啊 甚至超过了完美日记啊 在多个月呃 这个细分品牌当中呢 他是排名第一的啊 这个Core King的这么一个产品啊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单独拿这个案例出来看看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高的一个销售额 其实我觉得 咱们今天来听课的很多的一些韩国的朋友 如果在做到快销品或者说 彩妆美妆内这块 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Core King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呃 首先第一步 他找了明星代言啊 明星代言的话呢 宣布王子义为代言人了 另外一个呢 刘伯欣呢 为他的潮流大使啊 并且呢 他做了一个很很重要的工作 是什么呢 叫明星同款 或者明星联名款 他为两位明星呢 定制了他一个专属的一个 唇釉的这么一个系列 王子义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个意 叫什么 叫稳定情定字版 然后呢 彰显是不是 就是浪漫 自爱情怀这一块 刘伯欣可能就不一样了啊 他可能整个达人的 这个明星的人设不一样 他做了什么 叫定制版空气 这个施容的存用 他的核心是什么 释放硬核铝子力 这是他的这个策略 跟调性上面的一个定制啊 那这是他的第一步干的事啊 然后呢 呃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 他的跨界合作这个层面啊 我觉得这个呢 很多品牌其实可以参考的啊 我觉得包括像阿迪达斯也好 耐克在这个上面用的会比较多 他从整个漫威的剧作X战警啊 包括像古风金翠的一些花木兰等等的 Crokin的话呢 他就结合了这个IP联名 跟品牌的理念啊 那通过这个产品的设计形式 打造了很多的差异化 设计感很强的一些产品过来啊 尤其呢 我这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他在跟迪士尼合作了一款叫 花木兰 丝绒口红啊 由于呢 他整个颜色跟丝绒的这个质感 以及他上唇后的这个不干不结块的这种特点啊 在块手上被用户称为什么叫阿玛尼的断货瓶体品 就哎 阿玛尼卖断货了 OK我可以用Crokin这个花木兰四种口红啊 然后呢 那他的这Crokin的话呢 他的爆品价格呢 集中在什么呢 是60到109块钱的一个区间内 那可以一定程度上去降低用户的这个购买角色 这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策略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做了他的品牌官方快手号啊 那品牌官方快手号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咱们作为企业的这个 比如说像呃 这么一个对外宣传的这个官网 包括你PC端也好啊 手机端的一些官网呢 他是作为这么一个一个来使用的 那他的更多的作用是用在什么呢 叫做企业形象跟产品的展示啊 那对Crokin来讲的话 他的目的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有什么新品首发 或者找了哪个明星做代言 或者跟某一位达人有进行深度的互动 OK 那或者哪些产品有一些活动 有些折扣 或者一些直播的预热 OK 他就发这些东西啊 他那是做一个官方的脸面 放在那个地方的啊 那他的实际的这个产品的销售情况啊 不是走的这个官方号 是走的什么呢 走的他的这个短视频的达人 跟美妆属性的达人 举程带货的形式啊 那我具体来分析一下 他的短视频的这么一个 一个 这个达人带货的一个情况啊 那Corkin的话呢 他主打的产品呢 叫空气丝容存油啊 他是由韩国的美妆代工企业呢 叫科斯美斯制造的啊 那为了推广这个产品呢 Corkin的话呢 在整个抖音也好 快速啊 各个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 找了大量的这个美妆达人 进行一个短视频的一个种草啊 那他的投放的这个策略 跟达人的筛选逻辑 就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个 投放的达人呢 他的整个账号的内容的调性 一定要跟这个产品进行匹配啊 并且是什么呢 就达人一定要亲自试用产品的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达人的这个种草的能力 一定要强啊 让用户产生一个有效的记忆啊 最好能产生这么一个收藏啊 或者加构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另外呢 那在第三个呢 他有筛选了一些就是叫评测类的账号 那个帮助Corkin进行一个背书 那增加目标用户的性感 那评测类的无外乎是什么呢 就这个产品的多么好用 多么安全对吧 那分析他的原材料 这是这个评测的逻辑啊 来进行这么一个分析 所以呢 那因此呢 这个Corkin的话呢 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就实现了一个销量的爆发式的增长啊 所以呢 他当时呢 有找了将近超过应该是200多位大人吧 我记得也是这个数据啊 然后同时进行种草 在全网当今将近是做了有两个亿的 两个亿的这么一个播放量 两亿的播放量啊 然后呢 呃 另外呢 他单月的话呢 就是这个销售是超过了50万只啊 50万只 同时呢 他的整个全网销售量是将近2000多万啊 那这是他的短视频的种草的这么一个逻辑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在他的直播间达人的带货 这个逻辑又是不一样啊 其实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投机一个知识点啊 很多人呢 经常会把这个短视频的带货跟直播带货混为一谈 其实这两个事是两个逻辑啊 两个逻辑啊 那呃 我再讲讲这个就是达人带货的这个这个情况啊 当时呢 他与整个快手达人的这么一个叫王豆豆小师后合作啊 那经过前期的一个投放测试嘛 叫短视频的投放测试嘛啊 Croking的话呢 他是比较认可整个达人直播的效果的 并看中了整个这个王豆豆他的整个直播间 比如说像粉丝的年度高 互动转换比较好的特点 他建立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啊 并持续复播 那通过进一步带动这个直播间的形成了一个品牌的认知的一个老粉丝的复购啊 经常有活动嘛 对吧 通过口碑传播的方式去影响 呃 那个用户的画单啊 用户的这么一个一个下单啊 然后呢 在美妆类的这么一个锤利主播像那个橘子的时候啊 当时有个Croking的一个品牌的专场 然后呢 运营呢 通过前期的洽谈 从品牌方争取到了 比如说与其他顶级投入品牌一样的这个价格策略啊 那这也是国内的一个达人呆户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达人的知名度高 赚花率越更高啊 高 他能够跟品牌方拿到更好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政策吧 价格政策或者产品的政策啊 那给粉丝给粉丝当时呢 就是那个橘子啊 留下了一个比较超值优惠的认知 因为我跟这种超顶级投步的这么一个主播的一个政策是一样的吧 啊 然后呢 在整个呃 达人开播之前也跟Croking呢 有争取了很多 比如像抽奖秒杀 发放粉丝福利等等 包括带动直播间的一个在线人数这么一个飙升嘛啊 所以呢 最终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出色的带货效果 LinCroking的话呢 应该是他的纯右销量榜冲上了当日的一个纯右的榜首啊 成为行业第一啊 所以做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那这是什么呢 就刚才讲的在呃 直播带货跟达人带货这么一个逻辑啊 但是呢 Croking呢 还做了一个什么呢 就他的店铺自播啊 那店铺自播的这个策略呢 就是呃 跟那个大安大货可能不一样啊 对于品牌而言的话呢 就是他的店铺自播呢 他也是促进销售嘛 很简单 另外呢 为他的官方的账号吸引粉丝固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阶段啊 然后呢呃 我大概讲一下他的这个直播的一个逻辑啊 当时呢 Croking的话呢 他是一天总共直播18个小时分为三场 一场是六个小时直播 六个小时直播 六个小时直播的话呢 每次的话呢 是两个人啊 两个人 然后呢 两个人的话呢 就是大概播六个小时情况 然后他整体的这个主播的打扮呢 都比较酷槽的 比较符合目前的这么一个目标用户的群体啊 大概是18到25岁的这么一个次时代 Z时代的这么一个酷尼孩吗 这是他的这个主播打扮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呢 呃 另外一个呢 相比于就是 主播打扮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 相比于说 那个Croking的这个主播呢 他非常关注和粉丝的这么一个互动 那由于很多人呢 会去咨询啊 这个色号的问题啊 比如说主播中途呢 他也会比如说展示一些调色卡 那涂满手臂的这么一些 涂满一些颜色的手臂啊 来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不同颜色的这么一个区别 比如说像什么705号 是什么灰粉豆沙色啊 是网红色 620号是什么那个奶咖色 涂起了一些粉的那种感觉啊 包括什么夏天 大家买什么进光啊 会有不灵不灵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呢 主播呢 会非常积极引导用户去点赞 然后呢 包括点的到某一个数量的时候 就会设置比如说一元秒杀啊 那这也是评论当中比较多的人去争取去 包括去咨询这么一个问题的一个核心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整个直播间的构造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啊 Cropin的品牌呢 他是放在中间的 他同时呢 他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像存用 那拍两只68块钱的一些挂件啊 那最上方呢 他有展示一些活动间的直播间的一些活动 比如像惊喜抽奖啊 一元秒杀 比如重分礼合等等啊 最下面呢 他可能会放一些这个海报吧 然后加入粉丝团来进行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进行引流啊 那所以呢 他的玩法呢 其实是比较多的 甚至呢 在现场当中 比如说跟粉丝聊嗨了 主播也会进行一个这个一个唱歌啊 这种才艺的一些表演 完全是跟朋友聊天视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他的整体的视频的活跃度 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底层逻辑好了 就怎么样去评判这一个你们店铺直播当中的主播好不好 其核心的数据是看什么呢 看他的在线时长 直播的逻辑也是这样子 就是看在线时长 那整个短视频平台有一个大的数据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你的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是一分钟啊 一分钟 那一分钟呢 他的购买率 比如我假设啊 是50%啊 那如果你的在线时长能达到两分钟 在原有的技术上可能会增加30%的购买率 30%购买率 30%购买率的话呢 将近是有百分之之前的50% 65%左右啊 然后另外再一分钟上去 他有更高的这么一个购买率的一个情况啊 OK 那这是关于直播的这么一个逻辑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关于他的整个产品选品的这么一个逻辑啊 Curking的话呢 他的店铺直播当中 他彩装单品最多占比是巨多的 占了79%啊 然后呢 其次是什么呢 底装单品占比的是11%啊 11% 那价格呢 低于100块钱的 比如处于100到500之间的价格产品 占比是各50啊 那另外一个呢 他彩装类的 彩装的单价一般是在49块钱到99块钱之间啊 那组合套装跟这个 套装的礼盒价格可能才会超过100啊 那除此之外呢 可能品牌方还会经常推出去 比如说纯用买一送一啊 优惠活动等等啊 这种偏低的定价策略 去降低这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决策啊 更能刺激观众这么一个下单的一个购买啊 那另外呢 Curking的话呢 最贵的应该是他的未来主义化妆刷啊 8件套 直播间的话呢 价格是199啊 最便宜的话呢 是一块钱的这个美妆蛋跟小瓶的卸妆水啊 那一块钱呢 肯定是不赚钱的啊 甚至呢 有的产品还会亏钱 但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通过低价 甚至呢 让用户摊便宜的这么一个心理啊 然后呢 就是来让用户实现一个引流的这么一个策略啊 引流的策略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大概的这个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大家有想看到更多的一些那个快手的运营的案例啊 大家可以联系我啊 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OK 然后呢 有什么需要大家提问的环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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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